Hello 大家好,我是堅持,歡迎收看《奇人歧視》 今次又是我自己的親身經歷 我已經不想再跟那個人說話 但他偏偏又要再留言 他想繼續這樣說話題 發生什麼事呢?就說回 話說我在2018年5月24日在某某YouTuber 留言 這條影片是關於什麼事呢?就是驗證,凌晨3時與Siri對話 答案太恐怖,Siri 都市傳說 說完之後,我就留言 我跟那個YouTuber說 很久沒見了,阿游 其實說回來也挺有趣 莫善如創造了Siri的星線 而你又成功運用Siri的星線 創造了阿游這個角色 那YouTuber是給了我一個心心 但發生什麼事呢?就有個人說 你有什麼證據 說Siri是輕鐵傘 有人支持我,也算是支持我 根本一樣 然後呢 我就回應那個人 憑我多年 研究香港配音的經驗 其實香港配音圈很小 電視台和自由生 不過其實自由生 都有分組的 其實有些類似 可以叫分組 或者可以不叫分組 他通常配迪士尼那些 迪士尼多數找舞台劇演員 說起迪士尼 亦都可以說一下Toy Story的趣思 不要以為是容祖兒配先 其實Toy Story的趣思 是莫善如配先的 由於容祖兒在第二集唱歌和明星效應 所以第三集才變成容祖兒配 莫善如配三角龍 明星效應不是第一次用 還有胡迪和巴斯光年 由於第二集開始用劉青雲 所以原本第一集配巴斯光年的周志輝 到第三集變成了配小丑 不過通常明星只簽電影藥 所以一些特別篇 例如《驚雲夜》 其實還有其他的 還有另外一個特別篇 就會找周志輝他們配 另外其中一間銀行的櫃圓機 都是莫善如把聲 印象中是渣打 這些是有回應 多麼詳細的資料 其實可以再補充 很多資料 他又回答別人 這個不KK 這些只是一共合成 然後他回答我 莫莉莎 其實莫莉莎 我不知道是誰 是不是三角龍 我真的不知道 然後就說 這個就是配輕鐵的 這個M字頭就說 都要有人錄圖 Template 即是一些模組的意思 即是一些板 才能組成這些字 然後我就回答 對 這些要逐個字錄 好像字典 想起都麻煩和辛苦 然後我再回答 其實我原本想問一下莫小姐 不過我又怕打擾她 因為我不認識她 我只認識她的朋友 有Yoda大師 還有無端端傳訊息給莫小姐 我有些牛仔 其實為什麼牛仔呢 因為你無緣無故去找一個 怎樣說 其實你用一些角度來說 其實她屬於一個知名人士 即是屬於明星 我還要找她私人的Facebook 你明白嗎 所以其實有些是 就是免得打擾人 繼續 這個5KK繼續回應 M字頭 如果我說配Siri的人是陳如欣呢 其實這裡很有趣 所以我就串到她 你看看 一個月前 我回應完了 一個月後 才回應回路 你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看看 我就說 你是不是搞笑的 我真心笑了 多謝你帶歡樂給我們 香港真的很大壓力 鬆一鬆都好 你一時 又叫我拿證據 一時 又說是人工合成 其實你覺得是哪一樣 你自己都有些矛盾 如果你說 配Siri的人是莫善瑜 我100%同意你 就是這樣 這是一個月前發生的事 現在又發生什麼事 他就說 聲音像不代表是同一個人 他是用了 統計 參數 合成 這裏 去 這裏 還是 什麼 應該這裏 但不知道為什麼他會這裏 其實他要先讀書 因為他打錯字 是 簡直是不適合那個音 去製作 然後很多語言都可以用一把聲 化成語音 那其實就 繼續 這裏可以說 這裏可以說 我這裏可以說 這裏可以說 成一個月 不 應該用錯語氣 應該是成一個月 其實這個話題已經結束了 看開一點 不過你想拿回紙都可以 想不到跌落地 都要拿回紙 這裏 這裏的小組討論 是未達成共識的 完 這樣 其實就是完 對不對 然後他就搞笑 一小時之前就說 所以就要說到達成共識為止 撞你個鬼 神經病 這麼有空理你 我真的 我也不知道你在這裏發什麼 喘你都生非之 我想一下自己的事好 大哥 還有你還未達成共識 就任由他算 你還要談 有什麼好談 談來談去 都是你不死心 死雞燦飯蓋 不心識 不知道那個人以為他是阿時寶家 可能是也不頂 專注一件事 就是那件事 就是那件事 就是讀書讀到壞了路 我覺得是 你看他講的東西少到 但是我這些 多麼厲害 打了一段出來 真的 我不是說自己賺自己 這些謎 也算是有質素 雖然有很多符號 那你網絡實際 當然不是這麼認真的 看開一點 人就開心一點 另外可以說回 剛才說了 都傻了 已經說完 還要別人跟你談到達成共識為止 這裡先完成 另外 他就說 用一些合成去做 其實這個 也是要有個原聲 好像初音未來 其實你聽起來好像機械聲 其實他也是有個 聲優去做一個原聲 然後再讓人拼拼買賣 那個聲優 就是那個 那個聲優 就是那個聲優 我沒有記錯是 那個聲優 好像叫笑 就是那個口字做的 類似那個兩點 就是那個天字 那個字 就是 就算初音未來 他這些那麼機械聲 他都會有一個原聲去錄 然後再讓人拼拼買賣 麻煩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不會你無緣無故有變數 就是 你也會說聲 那個聲音 那那個聲音真是誰在做出來 你…你…你……是… 你…你… перев кас… 難道你 Fairy… 來…你老理blank 是哪個声? 你…要說… 你首個 receivers 你… 就是… 我當然要聽到聲音 你錄像這個就是甚麼 那您的東西 那有些茶樓和酒樓 都是莫小姐的聲音,即是問人家多少位 可能還未被查看,但應該是莫善如小姐 可能人家找了她做了一套東西 然後那些人就把她賣出去,那些人就可以用那一套東西 就像初音那樣 它是日語的音,即是羅馬拼音那些發音 有些人可以把初音唱一個女俠,男生拼一首 當然有些音說不正,但他們做到,只是這樣 但這傢伙就是死不斷氣了 到此為止,我沒有這麼好戲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各位觀眾,如果你有什麼想說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可以按LIKE 如果你想支持我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一條影片回來再見,各位 拜拜